糙米杂粮饭怎样做才能软糯香甜无用心 管理期必备的粗粮煮食糙米饭做法来了 朋友们好,我是天心妈 想做好糙米饭需要有啥个小窍门 筛设糙米是由糙米、红米、黑米组成的 我们取两两杯,清洗两遍 用没过米饭两倍的清水,浸泡三小时以上 泡制筛设糙米轻轻一掐就睡了 经过三个小时的浸泡,水是黑红色的 不要倒掉,花青树都在里面 营养不要流失,检查一下水位 只要是没过糙米1.5到2厘米就可以了 要想糙米饭吃起来口感好 可以加入一勺的白醋 要想做出香甜软糯的糙米饭 再放一些椰子油 这样做出来的米饭香甜无用心 今天我就要用我家这个会发光的电饭宝来做糙米饭 我就选糙米键功能吧 时间到了,不要急着开盖 再焖上10分钟 这样蒸出的糙米饭更好吃 打开锅盖,真香啊 糙米饭颗粒分明 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甜无硬心 把米饭打散,盛出一小碗 配上两块瘦的猪骨头 一盘炒油菜 就是今天合格的营养午餐 剩下的炸凉饭放凉 碗中铺上保鲜膜 盛上一拳头大小的炸凉饭 用保鲜膜包好 然后放在冰箱里保存 吃的时候取出来热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的早餐呢 我们吃燕麦酥 配上酸奶 再加上甜菜根粉 再加上一个鸡蛋 两块巧克力 咖啡加上菊粉 有主食,有蛋白质,有膳食纤维 有脂肪 就是很合格的早餐 晚餐呢 我们就吃干豆腐拌黄瓜 还有金针菇 低子低卡又美味的三餐 给大家分享完毕 明天见亲爱的粉丝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